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部喜剧片 新半斤八两 是由许氏三兄弟主演 影片一开始杂志社社长老许来到大街上 调查自己杂志的销量 结果发现杂志居然无人问津 还被书店老板当废纸论金卖掉 因为销量不好连广告商都也停止跟杂志社合作 老许可以说是很头疼了 接着镜头一转来到了武馆 阿彪原本是武馆的一名教练 这天阿彪又在学员面前卖弄自己的本领 结果在套路学员前的时候 恰巧被师傅看到 于是阿彪就被赶了出去 从此失了业 没了工作就得重新找 阿彪来杂志社面试 恰好遇到了有人来闹事 作为武馆教练的阿彪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闹事的人 因此阿彪也得以顺利留下 还没等谈好薪水呢 银行的人又来收租 可以说是祸不单行 老许自然又是一阵哭穷 最后来人钱也没收到 抱了一盆鲸鱼离开 银行的人离开后 老许和阿彪就开始准备 拍当下的热点新闻 也就是流量女星方姐遇鬼事件 为了拍的真实 老许更是亲自上阵扮演鬼 不想遇到了真正扮演鬼的人 两鬼相见分外吓人 本来拍好的照片 因为相机落水也全部被毁掉 一伙人等于白忙了一场 回家之后的老许因为受到惊吓 再加上淋雨就得了感冒 阿彪本来准备去看望 结果很多同事都诉苦说 打牌输给过老板娘 于是阿彪准备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准备还从麻将桌上迎回来 两人先是抽老签 后来直接装神弄鬼 把老许和他老婆吓得半死 钱自然是赢了好多 第二天阿彪等人还一起买好吃的庆祝 为了能使杂志社撑下去 大家不得不继续找热点 而此时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 女星珊珊即将嫁给珠宝大王之子 这个新闻了 为了获得独家新闻 老许等人几次跟踪珊珊 但是都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最后决定派阿彪出马 假扮瞎子接近珊珊 假装使珊珊与人私会 因为前几次的调查基础 阿彪把珊珊的情况摸得特别清楚 因为这次行动奉而顺利 很快阿彪就和珊珊熟悉了起来 珊珊以为阿彪家里真的非常贫穷 于是善良的她就带着阿彪一起玩游戏 一起聊天 还一起去了游乐场华汉冰 两个人相处得非常愉快 而在这个过程中 阿彪也被珊珊的善良所打动 于是晚上当老许准备印杂志封面的时候 阿彪提前拿走了照片 恰逢珊珊的订婚酒宴 阿彪混进酒会准备把照片还给她 结果老许也赶到了现场 并抢走了照片 二人争夺的时候 几个劫匪冲了进来 毕竟来参加酒会的非富即贵 这一票断下来赚的可不少 正当劫匪组织大家交钱的时候 阿彪趁众人不注意 拍下了很多现场照片 另一遍因为珠宝大王之子 为了钱抛弃珊珊 劫匪老大准备把珊珊枪杀时 阿彪用自己的独门绝技 无鹰角救了珊珊 珊珊的婚事自然是黄了 而老许凭借着阿彪拍的照片 一下子翻了身 不仅协助警方抓捕了逃犯 杂志销量更是蹭蹭的上涨 正当大家开清宫宴的时候 珊珊前来找阿彪 两个人一起谈笑风声 电影也到此结束 所以说想追妹子的时候 不要怂不要怕 不要觉得你不够有钱 不够帅不够高 有时候星辰各位重要 而缘分有时候也真的是妙不可言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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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不见了